走进凯拉尼亚大学 感受欢乐的论文开题课 问一下你这个应该怎么形容 一只 一只笔 很厉害很厉害 体验斯里兰卡国民运动板球 其实我们这个摄像机和我站的这个位置 我们就被球打到了 采访斯里兰卡总理 展望两国未来合作前景 远方的家大型系列特别节目 一带一路 第122集 万里有比林 正在播出 经过了16天的行程 远方的家一带一路设置组 在斯里兰卡的拍摄已经接近尾声 这一站我们的目的地 是科伦坡市区内的凯拉尼亚大学 这里是斯里兰卡较早设立中文专业的大学 2007年 斯里兰卡第一家孔子学院也开设在这里 中方院长黄杰首先带记者参观 位于孔子学院二楼的教师办公区域 贴了队帘 对 这是今年过年贴的 是 因为我们还是想营造一个 中国教室的中国家庭的感觉 然后这个你看是咱们国庆节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是谁给我们贴的 然后就是祝福你们国庆节快乐 当时老师们看到 还是挺感动的 我不知道是谁贴的 反正就贴在这里了 就是咱们的国庆节 但是我想一定是兰卡的这些师生 黄院长介绍 凯拉尼亚大学孔子学院的面积并不大 二楼有两间教室 这间小房间是教师办公室 我叫赵媛媛 然后我是那个重庆师范大学的研究生 就是对外汉语专业的 现在是毕业了还是过来 没有再读的 再读 对 那是过来 今年是第一年 第一年 对在这边 待了几个月了 才过来两个多月 两个多月 我叫菊平 就是中央电视台 你也叫菊平 我是今年刚刚毕业 然后过来两个月 那你是毕业才来的 毕业才来 所以在这边准备工作了 对 现在就是准备工作 这几位教师都来自重庆师范大学 2011年10月 重庆师范大学与凯拉尼亚大学孔子学院 建立合作关系 重庆师范大学每两年 会派一批教师和志愿者 来到斯里兰卡凯拉尼亚大学 参与教学 其中有未毕业的学生志愿者 也有从事对外汉语教学专业的教师 这位男教师名叫于波 今年38岁 他是重庆师范大学 对外汉语传播学的工牌教师 那你比我们身边这些年轻的这个小姑娘 要稍微年长一些 对吧 他们都是我的学生 那我又算是黄院长的学生 所以我们都是三代同堂 对 三代同堂 感觉大家都师出同门 对 都是从重庆师范大学过来 李晶晶也是工牌教师 今年29岁 在2012年 他曾以志愿者的身份来到斯里兰卡 在回国工作了四年后 他再次选择回到了这里 当我再回来的时候 我发现就是以前我的学生 他们都从事不同的工作 但是都是和汉语相关的 就是有一次我在路上 就是和我们的老师们一起逛街 然后就突然偶遇 我以前教过一个学生 然后他说 老师你还记得我吗 然后我说 我说我当然记得你 我说现在你在做什么呀 然后他说 现在我是导游了 说现在有很多的中国 有克莱斯兰卡玩 然后我给他们介绍什么的 当时我觉得 哇 太好了 当老师很有成就感 对 黄院长告诉我们 目前凯拉尼亚孔子学院 共有十名中国教师 除此之外 还有凯拉尼亚大学的 斯里兰卡本地的汉语教师 和他们一起合作 我们的这个是我们凯拉尼亚 大学中文系的柯玛丽老师 哦 哦 老师您好 您好 您好 哇 老师的中文一看就说得特别好 欢迎你到卡丽莲大学 谢谢 谢谢 我们柯玛丽老师是南京师范大学的博士毕业 哦 之前在中国读书 对 在中国生活了几年 差不多七年 七年啊 但是在卡丽莲大学 我是第一个学习汉语短语的第一批的学生 柯玛丽老师介绍 凯拉尼亚大学人文学院的现代语言系 从1972年就开设了汉语教学研究室 1994年开始设置学制三年的汉语学士专业学位 他是那一届的唯一一个学生 建立孔子学院以后 一般就是给学生的印象很大 特别大 为什么呢 因为有很多中国老师 也是中国政府给我们很多奖学金 而且也是有很多那个实业机会 2010年 凯拉尼亚大学的汉语教学进行了改革 现代语言系招授的学生 纳入孔子学院教学体系 除了三个四年制的汉语专业本科班 还有三个三年制的多语言本科班 都要学习汉语 学习汉语的人数 已经是所有外语专业中 人数最多的群体 为了让设置组更加了解这里的教学情况 黄院长邀请我们去旁听一届 现代语言系大一学生本科课程 现代语言系有六种语言专业 但在大一阶段 中文 俄文 韩文是必修课程 在大二时可以选择不同语言方向 再进行三年的学习 趁课堂的见习 记者与学生们简单聊了几句 上课的内容学会了吗 没听懂 那我考一下他们 你几点起床 五点 五点 五点起床 你几点起床 五点 你也是五点 这些大一型生刚刚入校两个月 和许多大学的中文系类似 课堂上的女生占绝大多数 男生数量很少 虽然学生们都是刚刚接触中文 但对于中国的文化 有些人并不陌生 这位女生名叫苏明月 她对我们说 她非常喜欢成龙 也喜欢电影里的中国功夫 她们可以通过网络收看到这些中文节目 与复杂的汉语比起来 中国的电影音乐更容易让她们接受 那她们刚开始学习的时候 那她们刚开始学习的时候兴趣浓吗 就是你第一堂课觉得这个起步难不难 很难 很难 对 因为什么都听不懂 所以要从拼音 然后再慢慢地教她们 但是因为结合中国的文化和让她们练习 她们的兴趣还是很浓厚的 在和居平老师的交谈中 我们能够感觉到 她已经把放缓语速当成了一种习惯 哪怕是对着身为中国人的记者 也会一字一句说得清楚明白 可见平时给这些新生上课 确实非常用心 你会写吗 可以写吗 哦 这是你的中文名字 谁给你起的名字 谁给你起的名字 老师给你的 你喜欢这个名字 对 为什么 她说她喜欢这个中文名字 这个名字是你给她起的是吗 对 为什么给她起这个名字 因为我觉得她很美丽 就我希望她从一出生就一直到老都很美丽 生日子 所以叫天丽 那这个冉呢 冉是什么意思 因为中国人有名有姓 所以就是给她一个冉的信 让他们更加的了解中国的文化 给她一个姓冉的信 这个名字就像这个地道的 这个中国人的 对 因为很多外国人起的中文名字 又不是大山啊大海啊 所以你希望他们有这样一个完整的中国名字 离开了大姨新生的中文课堂 黄杰院长为我们介绍了凯拉尼亚大学孔子学院的外方院长 达默狄娜法师 成立于1875年的凯拉尼亚大学的前身 是凯拉尼亚大学佛教僧女学习中心 学校历来有高僧在校任教的传统 达默狄娜法师曾在1994年到南京师范学院汉语专业学习 回国后除了在寺庙继续修行 也参与到凯拉尼亚大学的汉语教学中来 我去读书的时候没人去中国读书 那么我回来还是这边很大的一片空白 我要补充这一点 我在98年到现在呢 我觉得我已经基本上就成了这个任务的一部分 达默狄娜法师接下来要和中方院长黄杰一起 给中文系大四即将毕业的学生 上一节论文开提课 设置组也一同前往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大四的学生已经可以用比较流利的中文 和老师侃侃而谈 我选你那个语画 我选你那个语画就是拔自己 啊 拔自己 中国人常用拔自己 中国人经常用拔自己 对 中国人经常用拔自己 对 我第一说 对 我第一说 对 把饭吃了 把衣服洗了 然后 但是也有 我们有些外国学生就是 我把飞机坐到我家里 这位中文名叫李华光的学生 打算用问卷调查的方法 总结当地人使用中文史 对把字句的掌握情况 在讨论中我们发现 千变万化的中文语法 依然是中文系学生毕业论文 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 这位名叫王新月的女生 论文的题目就是 关于量词的学用 斯里兰卡卡拉尼亚大学 一到三年级学生 私得汉语量词的偏误分析 哇 这个题很深啊 是的 是的 汉语量词就是一个两个 一双两双是这样吗 我刚才读得了你的题目是吧 你为什么想研究这个 关于量词的 因为我们的科学大学 我们有学生 他们也不知道怎么用量词 怎么用量词 他们不知道 我也还在学习 还在学习 我也要了解怎么用量词 量词又怎么翻类 是怎样 你想研究这个 对 那我问一下你这个应该怎么形容 一支 一支笔 很厉害很厉害 那这个呢 是一张 这是一张 当然它需要研究一下 这个如果是这样叫 就是一张纸 如果是一个就是一个本子 是吧 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觉得这个是非常难理解的 要研究一下 我们觉得非常简单的文法修辞 对于他们来说 需要对汉语深刻理解 为了获得实践经验 大四年级 有很多学生 在不影响学业的前提下 已经开始从事汉语的相关工作 这位中文名叫维维的同学 就会在课余时间去做导游 接待中国游客 那我想了解一下 这边是大学毕业以后找工作 还是没毕业之前 到了四年级就开始找工作了 这样吧 我们一边学习 一边做工作 也可以 我们的法师 其他的老师们也给我们时间 因为 我们的知识 我们的能力 能提高 导游的工作适合男生 而多数女生 则会把教师 作为自己的职业规划 不过也有一些女孩子 有不同的想法 我现在做贸易 贸易 哇 你这个和大家不一样了 是想去中国经商吗 我现在进购有些东西 那你对中国的哪些商品感兴趣 你喜欢中国的什么 中国的有些车 车 农业方面的车 就比如说收割麦子的一些机器 拖拉机 真看不出来一个姑娘 对这些感兴趣 这位女生 中文名叫以珊 来自康提 因为家里的叔叔从事农具贸易 她也对和中国的贸易很感兴趣 此外她还想开一家中国菜餐厅 是做中国菜吗 对 你去过中国了吗 喜欢吃中国菜吗 真喜欢 真喜欢 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哪几道菜你比较喜欢 我很喜欢吃火锅 火锅我也喜欢 还有呢 海上正经的面条 面条 这个也是中国的特色 北京烤鸭 北京烤鸭 你吃了不少 黄杰院长介绍 凯拉尼亚大学中文系的学生 只要通过中国汉语水平考试 和汉语口语水平考试的相应级别 就可以申请中国政府提供的各类奖学金 到中国留学 留学时间半年或几年不等 四年的语言学习 为这些年轻人打开离扇 了解中国的窗口 随着中四之间越来越密切的交流 无论他们未来从事何种行业 他们都将因语言的优势 而成为中四两国之间的友谊桥梁 体验斯里兰卡国民运动板球 就是我们这个摄像机和我站的这个位置 很容易就被球打爆了 参加时官讲座 了解如何在斯里兰卡注册公司 要是他们局长 他们官员都像他这样就好了 远方的家大型系列特别节目 《一带一路》第122集 《万里有比林》正在播出 由于年龄相仿 语言交流比较顺畅 记者与同学们很快成为了朋友 几位男生非常热情地邀请我们 去参加他们的板球运动 对于中国人来说板球运动比较陌生 但在南亚地区 板球是年轻人最钟爱的体育运动之一 与棒球 累球十分相似 我站这儿好 你让他扔个球给你 我们看一看 其实我们这个摄像机和我站的这个位置 很容易就被球打爆了 刚才我听他讲的应该是两种折分 李华光告诉我们 按照板球规则 如果自己没有将球直接击出界外 那么当对方队员捡到球 对方得分 如果直接击出界外 那么击球手直接得分 这与棒球类似 但不同的是 棒球球场为扇形有四个类位 而板球球场是圆形有两个类位 简单了解规则之后 记者准备上手试试 我还是要轻点打 如果没有力量 没有掌握 看前面 我尽量往地下打也可以得分 OK 成功了吗 可是我打没有打出界 我感觉他打到了这个板的边缘处 13世纪 英国贵族创造了板球运动 后传入斯里兰卡 历史上 因为装备价格高昂等原因 板球一直被看作是中产机器的专属 但是在这里 运动器械和场地都十分简单 学生们仍然乐在其中 你们是一个班的 都是一个班的 就是三年级的一个学生 三年级 也是学中文的吗 我看你这个一般上写了很多中文字 马到成功 你能转过来给我们看一下吗 你看它背后写的是 斯里兰卡 凯拉尼亚大学中文俱乐部现代语言系 这位同学中文名叫赵鹏成 是凯拉尼亚大学中文系大三的学生 虽然和李华光相比只差一个年纪 但汉语水平要差很多 你喜欢这件衣服吗 他不是学中文的吗 我的汉语不好 汉语不好 三年级了已经 因为他还没去过中国那边 你觉得是不是 我感觉如果学习中文的话 肯定要去中国 那你是不是觉得是不是去了中国 很没去中国 对语言的影响还挺大的 肯定是因为我们在中国要紧张 你觉得进步多吗 去完中国 肯定 我以前跟他差不多 不会讲中文 可是现在有 就很流利了 李华光对我们说 自己曾在2015年9月 成功申请了孔子学院奖学金 到中国重庆师范大学留学了一年 中国的大学学习环境很好 在那段时间里 他的中文有了飞速提高 但唯一的问题就是 没有板球可以打 那在中国的时候想打吗 肯定是 因为很想打 可是有好多地方 还有很大的那个扫帐 可是找不到东西 所以我们都也盼望着你们能够多去中国 我们多教你 把板球带去中国 大家互相学习 肯定将来可以 因为现在中国的政府和我们的那个政府的关系 越来越密集 他们有好多合同 那个好合同的那个 所以有很多合作项目 所以也许下一次我们就可以在北京见面一起打板球 可能 北京欢迎你 好好好 谢谢你们 好 拜拜 离开了凯拉尼亚大学 设置组得知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正在举办一次 关于在斯里兰卡注册公司的讲座 我们再次来到大使馆 见到了斯里兰卡华联会的张宏会长 今天的主题是 我们中国如何在斯里兰卡注册公司 要在这边做业务 来餐会的都是 来餐会的 已经在斯里兰卡的这个军事企业的代表 因为我们在斯里兰卡华联会自己的公司 还有没有注射公司 想注射公司的 这样一些是中国人的 张宏介绍 中国大使馆经常和华联会联合举办讲座 主要针对已经或将要在斯里兰卡经商的中国企业和商人 内容包括海关 移民 投资等各方面 让大家了解斯里兰卡的投资方法 渠道 以及最新的经济动态 讲座结束后 张宏向我们介绍了斯里兰卡公司注射局的局长 斯里瓦德纳 那么我记得20年前我在他手上注射 您认识20年了 当时他还是客员 当时我就跟他想过 他的效率非常高 然后他们局长他们官员都像他这样就好了 那么三年前他当局长 还有以后要当班人 所以他这个很多中国公司的人都很熟悉他 斯里瓦德纳局长对我们说 目前斯里兰卡政府鼓励投资 尽量优化本国和外国商人 注册公司的条件和流程 注册人只要将相应的表格信息正确填写 向注册局递交后 只要名称没有重复 最快24小时内可以通过一站式服务注册公司 那如果我要在斯兰卡当地开一家公司的话 我需要提供哪些手续哪些证明呢 首先把名字先要搜索 如果通过了表一表十八表十九和张成提交给他们 表一表十八表十九分别是什么内容 表一表十八表十九里面有很多信息 比如说你是谁是占多少股份 你们谁是董事 谁是shareholder 持股人 那董事和持股人不一样 所以他不同的表格要求你添不同的信息 加上那个张成 阿迪狗 就可以了 斯里瓦德纳局长介绍 目前斯里兰卡政府对外商投资有很多优惠政策 但只要通过投资委员会的审核 在特定领域达到一定的投资额度 便可以享受税务 工作签证方面的优惠政策 比如说他要免税 企业的所得税可以吗 可以 我要免 个人所得税也可以免 另外呢 我到这边来需要工作签证 给我多少个工作签证 这个需要通过另外一个 叫BOI 投资委员会 它单色的会 比如说规定至少投资二十五万美金 一百万美金对不同的行业 它是个最低限度也不一样 目前在斯里兰卡 华人和中国人注资的公司 已经有近千家 我们在会场里也看到 很多想来投资的中国商人 你们公司主要负责的是 主要负责的是一些 小型家庭住户的一些太阳能量发电 然后包括一些新能源汽车 像四轮车 三轮车的 纯电驱动的一些汽车 这位小伙子名叫夏月仪 来自中国浙江 刚到斯里兰卡一个多月 他想在这里注册一家 关于新能源业务的公司 考察了怎么样 觉得挺不错的 因为也是政策支持 然后也包括像兰卡这一块 住户用电也是比较短缺的一个短板 包括新能源汽车也是一个非常 现在正上升 不管是从科技角度还是从政策支持的角度来说 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时间段去发展的 觉得你们的业务在斯兰卡是有前景的 对 非常不错 这位女士叫孙宇 2015年时在尼干部经营一家民宿酒店 她对我们说 两年前她用了两个星期才把自己的公司注册下来 孙宇说 当时秘书公司的费用在3000元人民币左右 虽然不算贵 但如果能像今天这样了解注册流程 就可以省下很多时间也减少了麻烦 那这个民宿这边生意好吗 生意挺好的 因为我的名字取的是中国旅游之家 大概每周或者每个月会有多少个客人入住 因为我们房间数有限 房间的话只有五到六间 然后床位的话 床位有12个床位 所以是每天都满吗 还是节假日是爆满 可能有一间房门吧 那生意很不错 那现在生意这么好 有没有扩大继续要把这个 有想过要在其他的地方开分店 所以今天后来会听一下这个 中国风酒店 偶遇斯里兰卡新人 哦 昨天晚上 非常漂亮 采访斯里兰卡总理 展望两国未来合作前景 远方的家大型系列特别节目 一带一路 第122集 万里有比林 正在播出 近几年斯里兰卡旅游业迅速发展 中国游客日益增多 在斯里兰卡经营酒店民宿的 中国商人也越来越多 我们拍摄西兰红茶时 请到的中方向导张家磊 就在克伦坡开设李家小酒店 离开了大使馆 我们来到他的酒店 一进来这个地面上是很大的 一个太极图 你自己设计的 对的 我们就是想带一些中国的元素 到这个酒店里面 有点残忆的感觉 这间名为诗兰的酒店 面积并不大 由斯里兰卡的传统别墅改造而成 内部充满了中国的元素 这种风格都出自张家磊的设计 一个小院子 是的 这竹子都是你设计种上的 对 这些竹林 然后包括这个地上的小白石头 我们都想去制造一个很残忆的环境 给客人在这边放松 也是这个中国园林的那种感觉 对 嘉磊对我们说 酒店的中国风本地人非常喜欢 虽然他们很少来住酒店 但经常会来这里拍照 说话间 我们就碰到一家斯里兰卡居民来拍婚纱照 这是科伦坡 这是科伦坡当地的一个 穆斯林家庭 住在距此20公里以外的地方 长女新婚 按照当地传统 全家人要一起身着盛装 拍婚纱照 现在他们正在等待新郎的到来 您现在穿的这个服饰 就是斯兰卡这种很传统的 非常漂亮的衣服对吗 对 穿着很传统的衣服 是斯兰卡 因为他们是护司里 所以把这个也有头纱 对 新娘的父亲说 她因为从其他地方赶来 还没有来得及换衣服 一会儿也要赶回去换上正装 现在什么心情啊 女儿要照婚纱照了 你很期待你的女儿子会被娶了 女儿子很期待 我很期待 你好 大家好 好 难过了 难过了 并不激动 为什么在我们的地方 因为现在 二十三年以后 她是跟我们 然后二十三年以后 她继续回家 她在二十三年都跟她们一起生活 现在她要结婚了 就不住在家里了 要搬出去了 所以会有点不舍 所以她说她并不开心 她更伤心一点 在这边也是女儿子爸爸的小棉袄 要把小票送到别人家去了 新娘对我们介绍 来这里拍婚纱照是她的主意 她通过网络了解到这家酒店的内部环境 觉得这里装饰非常特别 哪里比较特别呢 环境 还有其他地方 还有其他地方 有其他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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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有一些古董的家具 装饰 她就比较喜欢 所以她觉得独特 想选择这里照风餐照 典雅简约的中国风 在斯里兰卡人眼里 是浓浓的异语风情 嘉磊告诉我们 目前这里的厂租费 是两小时三万卢比 约合1500元人民币 几乎每个月都会有这样的客人 为了不打扰他们拍照 我们告别了这幸福的一家人 你当时是怎么从中国 要来这边开一个酒店 当时其实因为我母亲 在斯里兰卡内战的时候 已经到访过这里 对 我们当时候 她第一次来的时候 其实是为了一个寺庙 去帮他们修建图书馆 而来斯里兰卡的 然后发现斯里兰卡的人民 每一个人的脸上 都挂着满满的笑容 他们非常的纯真 然后虽然国家在打仗 但是还是没有 就是在脸上没有看到 一丝的忧伤 张嘉磊的母亲 是中国一位知名的画家 在斯里兰卡内战时期 来到这里后 被这片岛国上的热情人民 和秀美风光深深打动 2010年战争结束后 她带着女儿嘉磊 再次来到了这里 第二年就开了这家酒店 而在酒店迎面不久后 嘉磊的母亲就回到了国内 把酒店留给她一个人打理 毕竟在异国他乡 创业之初 张嘉磊也有很多不适应 当时候斯里兰卡才刚刚结束那战 很多东西可能也不是很透明 但是经过这些年以后 现在我的朋友都 慢慢理解了 我为什么喜欢斯里兰卡这个地方 我觉得这里的人民非常的纯真 然后宗斯两国这种关系 强久以来就是保持非常好的友好关系 你看到所有斯里兰卡人看到中国人的面孔 都非常的欢迎 然后都带着微笑 这个也是我感觉为什么斯里兰卡像一个 我回归心灵的一个地方 五年的精心经营 嘉磊的酒店已经在克伦坡小有名气 虽然只有十间客房 但基本都是满园 很多其他国家的商务人士 会常年包住在这里 那你觉得现在这个酒店 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现在这个酒店就像是我远方的家 远方的家 在这里会有很多的朋友 从香港 国内来这边去探望我 然后他们也因为我在这边有这个酒店 也去想愿意去了解斯里兰卡这个国家 为什么它那么吸引我 正如嘉磊所说 希望了解斯里兰卡的中国人还有很多 经过17天的行程 摄制组不仅感受了斯里兰卡的自然景观 和文化宗教 也初步了解了这里的道路 供水 能源 水利 港口等各方面的基础建设情况 我们发现 斯里兰卡不仅是一个风光秀美的海岛 也是一个很有潜力的发展中国家 作为印度洋海域的交通通流 斯里兰卡致力于将自身打造为印度洋航运 金融和物流中心 这一战略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有很多契合点 斯里兰卡也因此称为一带一路倡议最坚定的支持者 同时斯里兰卡也是亚投行异象创世成员国之一 自从2015年斯里兰卡总统希里塞纳访化后 两国在已有基础上继续展开深入合作 除了我们拍摄的项目 还有克伦坡海港城 M-Bar K-Bar水电站等大型合作项目 在采访的过程中 斯里兰卡政府各部门的官员 也对中司之间的合作给予高度评价 Khaluganga-Muragakanda Multipurpose Development Project 是一种最大的 Irrigation projects M-Maha Valley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 M-Nearly 75,000 families 会获得的利益出这些 We are very satisfied The construction work and the other assistance fr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s well as the project company 水利项目造福于民 海班托达港则能给斯里兰卡 带来富强之光 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 这个港口有着重要利益 港口后方的临港工业园区 也将成为斯里兰卡工业发展的希望 With this proposed arrangement Hambanthota port will be fully utilized and it will operate at its full capacity then apart from that there will be more job opportunities created by these proposals this special with this special economic zones we will have mor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more job opportunities and new infrastructure facilities will be created in this island 发展工业急需道路建设的支援 在成功呈建了斯里兰卡 国内都条高速公路后 目前中国企业 已参与到斯里兰卡 重点发展的中部路网建设中 并将更多的技术知识 和就业机会 带给斯里兰卡人民 actually about 75-80% of expressways are built by Chinese companies and you get it is numerous employment and experience if I can remember correct it is about 150,000 employment we have got this benefit of employing our people and transferring technology and know how to transfer into the minute level that is from the engineer level to the laborer level you have transferred the technical know how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hat 2016年4月 斯里兰卡国家总理 拉尼尔 维克勒马辛哈 再次访华 进行了为期四天的访问 同中方在一带一路 倡议下的经济合作 达成了共识 在斯里兰卡的最后一天 在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的联系下 社制组进入斯里兰卡议会 对斯里兰卡国家总理 拉尼尔 维克勒马辛哈先生 进行了采访 拉尼尔维克勒马辛哈总理 非常重要 重视汉班托塔港的发展 他认为在现阶段 与中国公司合作经营 将会使汉班托塔港的收益最大化 现在汉班托塔港 会由斯里兰卡国家总理 和中国商务公司 从中国商务公司 您的经济的经济 您的经济的经济 像是沉沉的经济 因此 主持人的经济公司 会帮助船 拉尼尔维克勒马辛哈总理表示 斯里兰卡欢迎中国企业 在斯里兰卡国家建设中 发挥积极作用 鼓励更多中国企业在斯里兰卡投资 斯里兰卡政府 愿为其创造良好的投资和经营环境 组组 我们在这里的灾丹 是 互相关的 互相关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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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斯高层保持良好互动 将为两国未来经贸合作定下基调 而在我们的一路行走中 感触最深的是 斯里兰卡人民 对中国人的信任与友善 这份感情来自两个国家 古老的历史 来自患难时的相互支持 也来自共同的命运与未来 在这份感情的基础上 斯里兰卡将成为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中 坚实的伙伴 有波涛的海面 就有防范 我等出院 用诗书相传 每一句都是 爱的起点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朋友之间 坦诚相见 有福同乡 有难同胆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像我们同在一个家园 家园 一间间教室郁寒深深游子晴 共饮一江水 华门教育假期终老有益的桥梁 远方的家大型系列特别节目 《一大一路》第123集 共饮一江水 敬请期待